肥馬子之所以是肥馬子 是有一段故事的 這個是觀眾寄給我的一個禮物仔 他寄來的時候趕快去日本 我們今天就由大埔這個地方 開始講起了 立即帶回國線 麵包之人今天就在大埔 這裡就是混頭堂商場 其實中學我都經常來這裡 第一件事就是拿件 第二件事就是寄Postcard 這些Postcard其實是我姐姐的 她好像半年前給我 要我幫她寄 雖然我遲了半年 但現在起碼我去寄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來到大埔 之前跟大家推介過大埔名物 大埔 又介紹過我當然是中學 我就在這裡的其中一個班房 今天就真的來一個深度的大埔 之前大埔的一條片 就是講一些我未吃過的東西 今天就想跟大家走一下 一些比較我熟悉的地方 這些地方對我來說有什麼回憶呢 畢竟我都在這裡生活了 20年有多 我也是這裡的專家 我自稱是大埔專家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探索一下 而我現在身處在雲頭堂村 雖然雲頭堂村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回憶 其實我都經常在這裡留念 不過現在都很多不同了 又開了一間Daiso 又多了一間淡仔才神奇 在這裡有淡仔 不過好像都幾年前 以前就在大埔讀中學 很自然地 朋友就是住在附近 所以我們出街都是留在這個社區裡面 但反而你長大了就不會了 讀大學就會跨區 那些朋友都是來自不同地區 我們出街都不會在大埔 那對於一些在這裡住在外面上班的人來說 就是出去的 就是你午餐不會在這裡吃的 所以真的是中學的時候 才會早上到晚上都是在這裡生活 吃午餐、放學、補習 全部都是在這裡的 其實我自己 其實我跟這個社區是有很大的聯繫的 因為每一段走過的路 每一間吃過的餐廳 每一輛車 真的每天放學就是滾街為主 我是那些不像家人 可能跟朋友吃完飯我才回家 然後前陣子我有一些朋友來大埔一起玩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大埔人 你追熟吧 其實我是不是 很多新的餐廳 都是我沒吃過 或者你要我推介 我都不太知道 你們問我有什麼吃 我可能會推介好運 知不知道哪裡是好運 帶你去 我決定要和大家實測一下 在這裡走上去我學校到底要多久呢 開始了 今天33度 今天破了資訊 還要有這個Wake Training 不錯 我有冷氣機 Cooking 冷氣機 這個鐘很重要 因為以前我學校那裡 班房沒有鐘 想知道幾點 就要走出走廊 斜視下來這裡 才可以看到幾點 那沒有鐘的原因 是什麼呢 提醒我們要準時 是不是 還是什麼呢 還是說 免得我們上課的時候 常常看著鐘 寫了我忘記了 所以忘記了為什麼 深陸 深山野人 這裡 一路上一路橙上去 就是我都走了整個六分鐘 然後去到這個中間點 就是決定你午餐吃什麼的時候 人生交叉點 我們向這邊過 就是到火車站或者去運頭堂吃 而直去就是廣福道那邊 看一看大埔的地圖 大埔這麼大 沒理由你吃完 剛剛說的交叉點 就在地圖上的這個位置 可以吃午餐的範圍 就只有這麼多 但中學午餐都一個小時十分鐘 落堂時放沒有了十分鐘 等位也有十分鐘 等東西吃也有十分鐘 真的吃的時間 可能只有十分鐘 想再去遠一點也不行 即是吃午餐這些 真的只有一個小時十分鐘 所以最盡都是來到廣福道這邊 走遠多一條街都不行 不過有些男生 懶惰是惹的 是要玩些 試試能不能到大埔中心那邊吃 然後人們真的跑過去 要跑過去大埔中心吃 然後很快吃完 跑回來 神經病 很多我現在喜歡吃的餐廳 其實都是我畢業後才開的 現在來說 我最喜歡的餐廳 就是三不館和容肌 所以今天應該帶大家吃什麼 如果很多年前你叫我推介 我一定會推介好運這間店給你 它是一間很小很小的小店 但是那裡的依依是超好人 而且食物是超好吃 好可惜的幾年前已經收拾了 我之後已經沒有在其他地方吃這個味 這裡開了一間三多 我還沒想到吃什麼 像肥麻子所說 舊的不去 新的怎麼來 三不館就在我畢業之後開張 三不館 不好意思又到了肥麻子吃東西的時間 因為在餐廳裡說話實在太尷尬 所以我們已經開展了靜音模式 好傻長 來到三不館 我一定是吃我的禮牌 大家自己看吧 剛剛就吃完飯了 就吃完三不館了 哇 今餐三不館 62元 我以前一天上學的玲瓏錢 只有50元 通脹就是以前吃個淡仔 我好記得是25元一門 是啊 超便宜的 學最開心的就是 穿校服滾街 由三點三十五分 到晚上這麼長的時間 整個大埔都輕鬆走得完 我們小時候 就是很有自己的一條路線 每次一放學就是 拉拉隊一起滾街 現在中學生不知道做什麼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除了滾街之外 我們那個團隊 一堆朋友 有一兩個是會 可能有補習 放學一打鐘就衝去補習 但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 因為以前 基本上你一定要去到那個分校補 就算你是去看影片 你也是要去到那個分校補 那時候我已經心想 大哥 為何還未發展到可以在家補 我原來是這個科技的先鋒 一早已經提出這件事 如果有影片課程 放上Note 試回家看 其實是會Efficient很多 還有省很多搭車的時間 所以 各位同學 Math Concept College 專門為各位高中的考生 提供一系列的最新課程 Math Concept College 唯一的教室就是 在旺角 地點上來說 是很方便跟學生去上課 他們提供的DSC全方位課程 將DSC數學Core課程分成84課 每課講解一個課題 每一期的課程都包括 六課video lecture 和六課面授tutorial 學生首先會上 30-45分鐘的video lecture 在這個時間就可以理解到 題目的基本概念 了解到自己對這個課題的問題 和短註 之後再上90分鐘面授tutorial 有什麼不懂就可以即場問導師 他們就會針對你的個人進度 去制定learning plan 有充足的教材 還有無限重溫的教學影片 又有個人輔導時間 集齊了私保 和坊間補習學校的優點 以上講的 course 都是Math Concept College 獨有的 所以如果同學有興趣想補習的話 都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看看詳情 現在還有買一期 屬一期的優惠 新增優惠高達2,800元 要做蝦子大師 就快點去這個網站看看 和人家會一個去補習的時候 另外那幾個就坐下 可能去吃點東西等 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越來越肥 我整個高中的時候 由第四到第六 因為去這些地方 我們會吃完一餐 又一餐又一餐 就是因為等人家補習出來 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我是真的重10kg 三年期間 就是因為吃完大埔所有的美食 就是這樣 也是因為中學的這些時光 皮麻子就誕生 自從大過了之後 就不會再穿著套校服到處爛 但是黃色蝦子在大埔留下的腳毛 十年後都還在 中學回憶就是 的確是會最深刻的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一起經歷的 一些時刻 其實我現在都長大了 那些中學回憶就是回憶的了 沒有的了 現在就是 剛好前陣子 跟我中童就聊 關於搬出來住這個問題 他就說了一些東西 敲敲了我的額頭 幾年前 我也是在想 以後要上班的話 如果再住在大埔 真的很遠 大埔就是地圖上在這裡 你去葵中那邊上班又是一個小時 然後你去觀塘那邊上班又是一個小時 然後你去港島那邊上班也是一個小時 比我之前 我已經經歷過不同地區了 我就覺得 嘩 我真的要上班 我真的不想住在這裡 因為太遠了 所以呢 我聽到他說 搬出來住 他還是想回大埔 我就覺得 嘩 他跟大埔的邦定 是厲害很多了 他說就算他要乘一個小時車出去上班 他都想留在大埔 因為大埔就是脫離不了 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前陣子住在兔關環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 對這個地方有一種暫住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你真的住在那裡 有一層隔膜 但是你從小到大二十幾年的這個地區 這個大埔 就是有一種 我是屬於這裡的 我是這個地方的 我是大埔有的 即使這個地方 跟十年前 五年前已經很不一樣 很多我以前吃開的一些餐廳 一些小店已經收拾了 又或者已經有很多新的店鋪出現了 當時經常有傳 傳了很多年 就說要開戲院 然後就在那裡 什麼時候才有戲院啊 但是都是在那裡 不准業後才開 所有東西都變了 搬了 就是所有中學生約人出街 1600MG牌等 不過十年前那塊牌就不是這裡 是這裡 都好幾年沒有約人在MG牌等 雖然都想嘗試住在第二區 其實我也有這個心 你說真的長久下來 我也是想做一個大埔有 我們就是有一種Bonding在這裡 這段影片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在大埔裏讀中學的一些小活躍 大埔裏 大埔裏就不在大埔的 希望這段影片也給到 一些小小的認識 給你去認識下一個 跟我有感情的社區 就是這樣了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也有一點 看看 要 controversial 昨天 昨天 二